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请到芳如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听众朋友打招呼 Jerry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跟芳如聊她出了这本书跟她的knowing新闻app之前 我们要先来看看过去一周全球重点科技新闻 首先是咱们台湾的新闻 GoMagic明年一月准备要上柜了 那其实今年对团购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多事的一年 Gruppon最后终于退出了台湾 但是台湾在地的团购龙头反而因此还更蓬勃 那也让业绩不错的情况下 明年一月十一号准备要挂牌上市了 那GoMagic其实在2010年 那个团购元年的时候创办的 算是台湾早期就参与这个半价团购的品牌之一 那目前的资本是1.78亿 员工人数有300人 主要的业务主打的是GoMagic的团购 那占台湾这种餐厅团购市场有70%的营业 主要也是因为Gruppon推出的关系 那近年来又推出了行动支付叫GoMagic Pay 那GoMagic Pay今年开始已经投入了3000万的资本进去 那预计明年会持续增加行动支付的部件 然后投入成本会到4000万 那预计2017年会开始获利 那台湾又有一家电商公司要上柜 然后在这边恭喜GoMagic 芳如怎么看 平常你还会买团购吗 团购在大陆之前生活的时候还蛮常买的 美团是不是 美团然后大众点评 那我觉得其实大陆之前有五六千家的团购的网站 千团大战 对 然后结果在短短的一到两年之内 其实立刻收缩到几十家到几百家 也就是倒了四五千家 对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GoMagic在台湾 其实它占了70%的市场的占有率 赢家通吃 赢家通吃大致很大 我相信这个在团购不管在台湾在大陆 包括美国 好像Internet都是这样 对 一大一中然后后面没了 团购这个模式其实本来就比较受到考验 然后它还有很多大陆话讲叫地推 接地气 接地气要能够跟很多这些餐厅去打交道 所以包括最近大陆的我们讲叫新美大 也就是美团跟大众点评的合并 其实它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是已经战完了 就只剩权王留下来了 对 一代权王 好 第二个新闻是美国的新闻 Evernote吹起离职风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很受欢迎的笔记软体 那在台湾也开了分公司 不过后来分公司也收起来了 那最近又有两名重要的副总裁离职了 那一个是服役九年的对外合作部门的副总裁 Alex Pachkov 那另外一位是他的已经服役八年的品牌部副总裁 Andrew Sinkoff 两位 两位Koff 都是俄国人后裔 都准备要离职了 那当然那个CEO兼Cofounder Phil Libin 在今年早先也卸任了CEO的职务 那据说这个CEO Linda Koslowski 也准备要离职 这公司真的全部都是俄国人后裔 那今年对于Evernote来说 可以是很动荡的一年了 那关闭了像台湾 这些海外办事处理裁员的47人 那这大家就来说 哎呀这些独角兽 Evernote是其中一家 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那现在大家称这些公司叫独角兽 大家就来说 这些独角兽可能有危险 那最常被举到的例子就是Evernote 方如自己是 我知道媒体 媒体从业人 很多都是Evernote的狂热使用者 是啊很大的粉丝 然后之前很巧合 我们在大稻城的办公室 隔壁就是Evernote的台湾分公司 他们有三到四位的这个 就是好同事在隔壁 对啊然后结果令人有点伤感的 竟然他们就要彻底大稻城 其实台湾好像最近这几年 一直都不是网络公司会来设分公司的地方 然后好不容易有了Evernote来 结果又又收掉 然后好不容易Glupon来 Glupon也收掉 其实还蛮可惜的 好最后一则新闻是来自美国的新闻 大家的好朋友Facebook 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新的消息 第一个是开放了所有的用户 都可以做直播 但这个功能现在是在美国 用iPhone的用户可以用 但以后这个功能可能会把它扩大 到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直播 除了动态直播之外呢 最近也开始支援Apple的iOS 最新版iOS的这个live photos 就是哈利波特的那种照片 按下去照片会动的这种photo 那以后在Facebook上 如果用户上传这种live photos 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动态图像 那除了Facebook以外 Tumblr也宣布支援 那Instagram未来可能会支援这个live photos 方如怎么看Facebook 所以Facebook现在时时分分秒秒 统治你我的资讯新闻跟内容的生活吗 这很有趣 对以前的媒体人来讲 其实总编辑有一种 决定我的用户要看什么的角色 现在是Facebook决定你要看到什么 透过他的算法 Facebook就是总编辑 对Facebook决定我们每一个人 在什么时候会看到什么样子的 新闻跟讯息 可是那这样你在做媒体总编辑 你会觉得很烦 就是其实你的决定不重要 反而是Facebook决定比较重要 所以Facebook现在扮演最重要的一个 我们讲叫通路或渠道跟平台的价值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传统媒体的 广告量发行量跟收视率的下滑 其实很大程度 他的竞争对手是Facebook 可是大部分台湾传统媒体 好像都没有意识过来 他们都没有发现 其实他们这种面对用户直接跟用户沟通的这个能力 已经被Facebook拿走了 也就是说台湾人现在一天使用197分钟的手机 那197分钟里面可能有150 60分钟都在滑Facebook 有这么夸张 有我觉得很夸张 因为他真的是第一名 然后真的是他会黏住所有人在上面 好所以他又推出更多功能 想要把你更黏住 那就看用户喜不喜欢了 好回过头我们来访问今天的来宾 今天来宾是Knowing新闻App的创办人纪总编辑杨芳如 其实也是我们电台以前的同仁 公读生不敢说同仁 那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做 《起来为了更美好的将来》 是跟时报出版合作的 讲这本书之前我们先讲Knowing好了 Knowing的英文是 就是Knowing 就是正在知道的意思 让Rob先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Knowing新闻App 好我们Knowing是台湾第一个原生的移动媒体 这听起来很艰深的 台湾第一家原书机 台湾第一个移动新闻App 其实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新闻的App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 甚至是一个新闻爆炸的时代来临了 每天台湾有几千条的即时新闻被产制出来 可是其实这些新闻都是你关心或你想要看的吗 其实不一定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运用大数据 Big Data概念的一个新闻的App 也就是会根据每一个用户不同的兴趣跟个性的标签 来做精准的资讯跟新闻的推送 比如说詹明你一定喜欢Steven Curry 非常喜欢 我喜欢林书豪 所以我就会每天在这个几百条的NBA的新闻当中 我就优先帮你把Steven Curry的新闻捞出来 然后我会优先看到黄蜂队的林书豪的动态 我也喜欢林书豪 OK那就我们的系统就会两个都会记录下来 所以讲简单就是说每天台湾可能也有几百条体育的新闻 包括篮球包括足球包括网球乒乓球这么多 篮球当中也有NBA也有SBL NBA又有哇一队有12个球员总共有30队 哇360个球员 那可是其实我们两个只关心Curry跟林书豪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茫茫的新闻跟资讯的网海当中 帮你优先把你想要看的新闻然后推荐出来给你 这样子 所以说如果每个人下载在knowing之后 他看到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在我们跟20几家的媒体的合作当中 就是在我们knowing的你可以其实从我们的产品来使用试试看 在左三格的部分其实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那右三格是我们自己撰写的文章 OK所以他有分你帮我精选出来 所有从你合作伙伴的新闻里面去精选出来 我可能会喜欢我应该会喜欢的文章 也有另外一些是knowing团队所去制作的新闻 对我们自己制作的新闻其实就跟刚刚我们讲 big data这概念其实也是一个平衡跟互补 其实我一直在想的就是所有会有 一定会有更好的推荐的系统跟推荐大数据的技术来取代前面的你 那这个东西永远会有被技术下一个产品取代的可能性 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编辑部 然后包括这一次我们的书也是我们编辑同仁 然后一个一个去采访出来 确实在以一个新媒体来说我们受到的关注 还有这些文章被分享的这个传达的频率 其实确实是还蛮令我惊讶的 OK所以这是一个新媒体的实验 也是一个想要服务消费者的APP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以前在杂志的时代可能你会讲说 如果要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办一本新闻杂志 后来到了网站的时代你会说 如果你要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办一个新闻类的网站 那现在在APP的时代做一个新闻类的APP 是很有机会成功的吗 所以我过去就像杰明讲我做了15年的财经杂志 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待过 所以我过去15年都在做杂志 然后突然发现这15年可能要成为一个泡沫了 因为现在传统媒体下滑的幅度跟趋势确实是这么的大 尤其是最近半年台湾杂志真的还蛮辛苦 真的蛮辛苦的 今年几个大的暴戏跟几个大的杂志 确实都蛮可怜跟蛮辛苦的 不我觉得虽然打断你了 就是好像其实本来就应该不好 但因为最近三年房地产太好了 所以他们的不好被房地产的广告太好 转掩盖起来了 那现在今年下半年房地产突然不好之后 大家反而就海浪退去之后 反而有没有穿泳裤就看出来了 所以确实台湾的媒体的市场有点滞后的迹象 其实大陆跟美国在三到四年前 就已经不好了 然后就开始是呈现瀑布式 甚至是悬崖式的下滑的状况 那台湾确实我们才拖到了 2015年今年才看到包括苹果日报 也在跟去年同期的营收相比跌了27% 这是台湾第一大爆 你想第二名跟第三名第四名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对所以我们看到传统媒体的 这个时候勇敢的跑出来创了一个新闻类的APP 对然后第二个也就是像杰米讲 我们其实觉得台湾的Mobile Internet 就是移动互联网 其实是也是一个落后跟滞后的状况 我自己的比喻是落后大陆 跟美国至少三年到五年的一个时间段 如果你说支付的话可能落后15年 支付这就不讲了 真的我们现在我自己在大陆的经验 是我们几万块台币的钱 都是透过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宝 就是大家就乱转来转去 他现在还可以开庭 对在微信上可以开庭 两个那个那个被告跟原告已经不用出庭了 可以在微信上出庭 今天看到两兆就是可以远端的开庭 远端开庭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实在太神奇了 对所以我们看到大陆其实他们非常 包括O2O线上线下打通这些事情 其实因为原来很多市场的缺口 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使用率 跟这个使用的习惯一直在被颠覆着 可是台湾其实我们不管从消费 从支付 其实原来的消费习惯 都是蛮稳定跟蛮稳固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来颠覆原来的这个 支付的市场 其实它是需要更大的投入跟努力 所以15年的杂志工作 不但没有消磨你对新闻的热忱 还让你有这个决心出来做一个新闻的APP 讲难听就是我只会做新闻跟媒体嘛 不要挖苦我了 但我觉得创媒体业的人都是有一种热忱的 你对knowing这个服务 你对他应该还是有一些希望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还是很简单嘛 就是你现在台湾人多数你在手机上用什么看新闻呢 那现在我们刚刚提到Facebook 其实很多人他已经不会特地去打开一个新闻网站 或特地去打开一个新闻APP 他百分之百的新闻资讯跟内容都是被Facebook说 我的朋友分享什么 然后Facebook选给我看 对 那可是我们看到其实Facebook的这个资讯的偏实症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还有一些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会选择一个你信赖的新闻的渠道跟品牌 你去看这些重大的新闻 他们怎么写的 你不可能只单单依赖Facebook来看这些重大的新闻 所以我们希望knowing成为台湾这个2300万人 手机第一屏第一个首页上面能够看到的一个新闻的入口 也就是说你可能还是多数还是会使用Facebook嘛 可是如果你看到一篇好的文章 在knowing 然后你也可以很快的分享到Facebook上面 所以应该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格局这样子 所以你想要去填补大家现在依赖Facebook 得到新闻 这里面有一个空缺 他可能是经常只是看到同样类型的新闻 或者是在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 他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 那你希望knowing去做这个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从台湾人现在每天使用的前20名或前30名的APP来说 其实内容类的APP只有一个 也就是台湾的苹果日报 这个跟网站的状况差蛮多 因为我知道网站的话 前50名的网站有30-40%是新闻类的 那也就是我们之所以称网络是一个媒体的概念嘛 可是现在手机上当然你前20名前30名都很多工具啊 工具类的或者是游戏最多是游戏 那我们还是认为其实你透过手机来接收讯息跟新闻 这个是必然的趋势嘛 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说你的内容如果没有办法在手机上被大家看到的话 可能他就不能够被称为内容了哦 在三到五年之后 所以当消费者都已经主要用手机在使用网络 那你也必须要在网络上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knowing新闻APP的创办人机总编辑 杨芳如最近出了起来为了更美好的将来这本书 聊到这本书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请芳如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以及这本书里面有什么特色 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的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杰秘林芝成 我们今天请到节目上的来宾是knowing新闻APP的创办人机总编辑杨芳如 聊的是这个新闻的APP 以及从这个APP里面又衍生出来了一本书 叫做起来为了更美好的将来 这是一本由knowing挂作者 然后杨芳如挂策展人跟时报出版合出的一本书 芳如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 到底在为什么要叫起来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然后他在讲什么 所以从我回台创业之后 其实我就一直发现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在脸书上 在社群上面有很多年轻世代的一见领袖 这些社群之神 对真的都是大神大大们 可是我们在传统媒体上面 其实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很少在传统媒体上被访问 可是他们真的在Facebook上是含水会解冻 随便讲一句晚安就有几万个赞 对你这里面有其实有几个像 比如说人渣本文 我相信很多传统媒体人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对所以他是在网路上红起来之后 他的文章才被这些很多传统媒体的网站所转载 但是他转载他的文章 他几乎很少接受访问 所以很多可能电视的人根本不知道人渣本文是谁 对所以我们也访问像拜拜啾啾 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女生 就他是一个很帅的男生 他在脸书上也有一百三十几万的粉丝 随便画一个图也是 哇大家都分享来分享去 所以我一直看到这个传统媒体 跟脸书社群上面有一个很大的gap在这边 然后这些意见领袖 其实他们都有很多有趣的人生的故事 跟他在社群上面遭遇到的一些体验 包括我讲他们有时候也会被酸民所攻击 也会常常会有三字心在骂他们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knowing创立的时候 就让我们的编辑的同事们就开始一个一个去扫 包括杰米你本人大大 我也被方如列在这个15位 网路世界的意见领袖 但我应该是这里面粉丝数最少的 没有我觉得粉丝数是其次 那个脸书现在教育台湾人 觉得粉丝数才是最重要的指标 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全是错的 但我得说方如房的这个15位 其他14位都是网路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你15位里面你是最帅的 这个是无庸置疑非常客观 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说 其实你知道我的听众很多 都不知道我是谁 他们有时候会就是 比如说去听演讲 然后听完之后突然跑来跟我说 哦原来你就是主持广播那个揭秘 因为我很少在节目中讲我自己的事 是 好所以你访问了这15位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 那顺便也想提醒大家 社群的力量 然后跟这些社群中意见领袖 他们是怎么样在看网路 在看社群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访问了大指公民的教师 黄一中老师 他那天跟我报了一个料 他被时代力量之前 征询担任不分区立委的提名人 真的 结果他第一天答应了 第二天之后他觉得说这个社会 台湾社会还没有准备好一个公民教师 来担任立委的一个职位 所以他第一个是说 他其实确实他自己还在了解 自己想要重振到什么样的目标 他自己也还在一个过程当中 当然他最近也帮很多时代力量的候选人在助选 跟第三势力在助选 可是我们看到黄一中的地位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因为他的身材 他是有六块鸡八块鸡的 而且是他其实也蛮帅的 是真的也蛮帅的 然后一个平头真的是 真的大家都以为他都质疑他的性向 蛮酷的 可是他在书中跟我们澄清说 他绝对是喜欢女生的 所以这个既帅又酷的公民老师 他的影响力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透过点数 就是社群 就是社群跟粉丝的参与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也跟他聊的蛮多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采访15位 甚至其他六七十位的意见领袖 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他们的影响力 现在是透过社群的力量 特别是在台湾是透过脸书的力量 所攫取来的 对另外一个影响力很大的老师 就是人渣文本 然后每次都念错他的那个网子 人渣文本的 他本名叫周伟航 周伟航老师 但其实我也 其实我呢 看这本书之前 我也不知道他的本名 但是我很常看人渣文本的文章 是他现在苹果日报啊 然后商业周刊的网站 都有转载他的这个专栏跟文章 对然后专门写给大学生 然后关于生涯啦 关于国际观啦 学习啦的一些建议 然后非常受欢迎 每一个每篇文章都是几千几万个赞 所以那个周老师 他是辅大哲学系的教授嘛 那他自己课余就写很多的文章 然后一方面也是告诉自己的学生 一方面也是希望 影响更多年轻世代的读者嘛 可是这些包括周伟航 包括黄一忠老师 其实过去如果没有脸书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 他们会有这么大的议题设定 跟创造出来的影响力 所以这个也是传统媒体 我们一直在讲 议题设定这个事情 已经被弱化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而且很有趣哦 就是说比如说之前那个 前一代宅神 不是这一代宅神 前一代宅神那个朱学恒 他算是从网路红起来 然后变成走进传统媒体 但好像最近比较没有看到了 对不对 最近网路红起来这些社群意见 你就比较少走进传统媒体 去参加这些争论节目 参加这些谈话性节目 因为我很久以前也跟朱学恒聊过 他又去办演讲 然后又在经营这些 其实他的模式其实是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 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他现在多数的时间都在上节目当名嘴 那他确实 我觉得这三五年 朱学恒确实在电视这个主流媒体的通路上 跟平台上扮演了一个年轻人跟社会沟通的一个传声筒 跟一个这个也不能说发泄的地方好了 不过他确实能够在电视上 因为电视我们知道他需要一些特别 包括懂电视的语言跟语惠嘛 跟上镜头这些要求 就是他好像变成了一个网路意见 在传统媒体上的代言人 但好像就没有更多了 比如说我会觉得说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黄一中 或者是人家文本的这个周伟航 其实他们在网路上发表的这些观念 其实都蛮适合到传统媒体上去讲 但好像最近这种跨界的情况就比较少 我举个例子像那个有一个正媒叫杰哥嘛 杰哥在网路上在Facebook上也是很有power 可是他也上过几次电视节目 我有看到他上过三立的一些对谈的节目 可是好像发了几次之后就比较少看到他 所以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配合表演出电视需要的效果 是所以我们龙卷锋啊 这些他真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身段跟愉快在这边 你为什么要出起来为了更美好的将来 为什么要出这么书 所以这个真的是 跟我说杨芳如 每一个人不一定能够适应啦 杂志啊报纸啊电视他都有特殊的要求在这边 好那你访了四位插画家 分别是马来摩已经很红了啦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拜拜与啾啾 然后还有双爽猫跟迷路与迷迷 都是这个含水会结冻的插画家 这几个都是百万粉丝集 真的都是百万粉丝集 然后他们现在都有专业的经纪人在帮他们打理 然后也有这些周边的商品啊 也有很多实体的线下的活动在那边举办 而且他们po一个插画可能就是几万则分享这样 真的 你可能电视台播一则新闻都不一定有几万个人看到哦 那这边是几万个人分享可能有几十万人看到这一篇 所以插画是不是一个从社群媒体上衍生出来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文化 其实以前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有插画的新闻插画的嘛 在过去是用很简单的一些线条跟黑白的模式嘛 所以我最近也一直在讲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内容 可是他应该要因应不同的载具 比如说这个东西他印在报纸上 跟他在脸书上发布 其实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境跟使用者的体验 所以说一个一个新闻一个故事 其实也不一定要是一篇文章 他如果能够被一则插画或是一个一则四个漫画表达 他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表达 对啊这个一百年前就是了嘛 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一百年前就有类似新闻的插画 跟漫画之类的东西 好然后还有一些是创业家 比如说上礼拜刚来我们节目的麻吉大哥 17F的共同创办 所以麻吉大哥也是非常的很嗨 因为他刚刚刚被这个攻击了很多嘛 对啊所以跟我们聊起来特别的嗨 然后满嘴都是三字机 对上礼拜的节目大家听到的是 保护级还是普通级版本的 其实我们这边还没有修剪前的是限制级版本 小兵在这边想 那我还是非常敬佩 因为从台湾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来看 它是台湾第一个走向全世界的APP 第一个同时在中国跟美国这两个最大的行动市场 占到排行榜冠军的APP 这印证我其实我一两年前就在讲 其实小市场的地方其实也可以做出全世界都在用的APP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芬兰的Angry Bird 是 哇芬兰的人口跟我们台北市差不多 然后就五六百万人嘛 可是Angry Bird是全世界几亿人在玩的 对它像后来还有 还有Supercell这些都是那边长出来 或者像挪威有一个做手机浏览器叫OPRA 说挪威的人大概也跟我们高雄市差不多吧 也就是几百万两三百万人啊 对啊 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说 其实小市场在移动互联网 跟直接面对全世界消费者的一个时代来临之后 其实小市场它非常有机会去突破我们过去做硬体 做代工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knowing未来 所以我们希望从台湾做起嘛 希望能够跨到整个繁体中文的世界 全球华人 然后再来是全球人 当然以后也会面对大陆市场 可能会有第二个或第三个产品来做 因为台湾还是有很多第一手的好的东西 包括我们讲流行音乐啊 包括我们讲金马奖 甚至我的少女时代 在最近大陆都很红哦 其实大陆人对我们台湾这些电影啊 书啊 这些影音的东西 其实都还是蛮有兴趣的 可是他们现在在大陆 只能接收到第二首第三首的资讯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knowing新闻app的 创办人机总编辑杨芳如 最近出了一本 起来为了更美好的将来 是有时报出版处的 要这么休息一下 等一下请芳如跟我们讲一讲 未来呢 knowing会走到哪里去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的科技酒吧 我是你们的店长 杰米林之成 我们今天请到节目中的是 knowing新闻app的创办人 即总编辑杨芳如 knowing就是正在知道 k-n-o-w-i-n-g knowing的芳如 那也是我们电台的早期同仁 真的很早期 我是参与创台的时间 真的啊 你攻读的时候刚好是创台 我原来在飞碟的新闻部嘛 然后正好成立六十九八 真的啊 所以你是那个开国元老 开国不该了 今天能够在这边主持 是因为你当年的贡献 不是不是要 对那最近出了一本书 叫起来为了更美好的将来 访问到了15位在网络上 特别有影响力的社群意见领袖 聊到他们的故事 以及他们跟社群 跟网络的关系 这本书聊完呢 knowing聊完 今天最后一段 我想要跟芳如聊聊 2016年有什么计划 所以其实我们knowing 在过去两三个月 我们办了蛮多实体线下的 座谈跟论坛的活动 我们这一次为了 这本书的lunch跟发表 我们就请来了 芝田记乡 请来了黄义忠老师 请来了王炳忠 他也是新党 今年不分区的立委提名人 然后也请来了蒋望安安 他是中山区的立委的参选人 然后四位 然后帮我们同台 在台大做了一个座谈 对 哇 现场也有两百多个 可能不一定只是台大的学生 也有我们蛮多 关心社群议题的一些 读者过来 所以确实我们当天 这些效果都挺好的 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 我们在2016年 也会多办一些类似的活动 现在好像其实媒体 它定义不再只是一个 新闻的传播者 它现在好像变成一个社群的 organizer的这种概念 是 所以就是一样 我们讲O2O嘛 一样是你杂志上有广告 你线下也有活动 对啊 那其实 媒体的这个品牌 跟这个影响力 在两个地方都是不能够偏废的 对 所以就是在线上 靠着内容跟读者交流 在线下靠着活动 活动其实也是一种内容 对 跟读者交流 对 所以2016年会办比较多活动 比较多的活动 那我们相信因为 Noying的TA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读者群 还蛮明显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有70%的读者 跟用户是在30岁以下 就年轻人嘛 对 然后特别是大学生 我们大概有将近无成的 这个读者是落在大学生 所以台湾大学生 还是有一群很认真 想要吸收新知的 也不能说很认真 因为他们已经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甚至连电视都不看 他所有的资讯新闻 都是在手机上 都是在网上获得的 所以换言之 这个我们的麦克风的 对面这些人 可能比较少是年轻人 其实应该还是有一点点啦 但是广播 他们平常生活中 好像很难接触到广播 因为广播现在可能多数是 开车的族群嘛 然后当然 线上听广播的人可能也有 对啊 可是我觉得可能大学生现在 所有你想象得到的事情 他们都是在手机上 所以会年轻人比较多 所以会花比较多力气 对 所以我们还是会经营 这个年轻人的社群的平台 包括我们之后 可能也会办一些金融啊 理财的讲座 来针对大学生跟年轻人服务 那过去其实对于这些基金啊 对于这些券商来说 他们很难接触到年轻的 这个想要买股票 或者想要理财经验的人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很硬的 很深冷的一些财经的知识 能够让我们的 年轻的用户跟读者知道 其实这是从我们的内容上面 其实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 我们希望把深色的国际新闻 把艰难的财经的新闻 能够用年轻人习惯的语言 跟习惯的撰写的方式来跟大家看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 是很能够受到年轻族群来做分享 所以某种程度上 你也在做教育工作 所以我们媒体 还是有这个理想跟理念在这边 所以这其实也是 为什么媒体辛苦的地方 就是说你不但要提供 读者想看的内容 也要教育他 有时候也要对社会的舆论 社会的发展方向负责 又要赚钱 是 所以这个还是创业 我们讲说他不只是做生意 我们还是要有个理念 跟理想在那边 所以我一直在讲说 台湾年轻人 有没有国际观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非常大的一个伪命题 我怎么讲伪命题呢 因为你现在传统媒体 在撰写这些外电的方式 其实都是20年前 30年前是一样的 即便他是一则国际新闻 你还是用本土的观点在看他 对 我讲一个故事好了 比如说我们前两个礼拜 是加拿大新任的总理上任了 这个总理才40出头 这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男生很帅 也有六块鸡 所以我们的新闻 就直接放了他的照片 就是他露点 然后露六块鸡的 上半生的照片 不是讲他是很偏右派 这些事情 可是因为我们用这样的标题 跟图片来吸引人 我们再把这些他上任的一些政策的方向 藏在我们的文章里面 你是说你用这个来吸引读者进来 然后再讲 我们就说这个小鲜肉总理 未来想要做什么事呢 他想要带领加拿大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那这样年轻人反应是好的 这样就是很容易被分享 所以你还是得用年轻人 能够吸引他们 然后能够感受到的方式 先吸引他进来 然后再讲你要讲的事情 所以这个把这个东西包装起来 跟把硬的知识藏进去 这个就是其实媒体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记者也是吸收跟消化 然后传递进步知识 好 节目最后一分钟 方如回头看你过去这半年 其实是你人生第一次创业嘛 是 如果碰到一年前的 正在准备要创业的方如 你会跟他说什么 就不要创业 没事不要创业吧 到看了Jimmy这么成功 也这么辛苦 我们还是有有为者异弱势的一个 一个想法嘛 但他如果还是死都要创呢 你会提醒他什么 死都要创就是 其实还是对自己太高估了嘛 其实很多事情要hand on 然后能够真正身手下去做的 那之前媒体人创业 可以很容易高估自己 然后觉得自己认识很多人啊 然后人脉很广啊 然后很多事情都轻而易举嘛 过去都会有这样子的通病 所以如果要回到一年前 希望提醒自己能够更扎实的去做这些细节 然后真的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好 就是不要 不要头太大 头小一点 对 就是媒体人一定会头大的 我认识Jimmy 我认识IC 我认识谁 对啊 好 不过我觉得还是一路走过来啦 那我觉得knowing也算是 走出了不错的第一步 那在这边鼓励你 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三五年之后 所以这就是一个影响台湾年轻人 一辈子的东西 是 谢谢Jimmy 好我们今天谢谢knowing新闻app的创办人机总编辑 方如来到节目中 那大家也鼓励你们去下载knowing这个app来用用看 然后他最近也跟时报出版合作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起来为了更美好的将来里面有很多年轻社群意见领袖的故事 也鼓励大家去书店里面买一本来看看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苏打绿的未聊 方如加油 希望这是一个一直走下去永远不会聊的故事 谢谢 下周见